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沃泰華 攜手加拿大打造安全可靠的北美供應鏈 兩國點名大陸威脅 西土作為重要的戰略資源 美國有八成仰賴大陸進口 而為了擺脫對大陸的依賴 美加積極聯手提升開採技術 然而同樣作為美國鄰居 墨西哥最近卻頻頻於美國槓上 至於南美洲巴西 不同於前總統波索納洛 與美中關係不冷不熱 現任巴西總統魯拉不止美國想拉攏 魯拉也即將訪問大陸 只不過他原定25號啟程 26號抵達大陸 卻因為診斷出有輕度肺炎 處罰日期將延後一天 而不光是巴西總統 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預計4月初造訪北京 將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 馬克宏也表示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也將與馬克宏一道前往大陸 打算北京一同說服莫斯科 終結對烏克蘭超過一年的侵略 我期望與習近平會談 然而由於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根據彭博報導 美方估計 在蔡英文總統4月過境美國之前 拜習雙方不會進行通話 接著連累和綜合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